2月14号才是愚人节,4月1号才是情人节 因为2月14号有多少人在用甜言蜜语欺骗别人 而4月1号又有多少男女以开玩笑为借口说出了真心话 我喜欢你,如果你不喜欢我,那就愚人节快乐 如果喜欢,那就祝我们第一天快乐